好的 萤火虫进来了 您知道新北市有哪些地方是不会人挤人的赏银秘境吗 在三峡建安就好几处的景点 有满颗满谷的萤火虫 当地的安坑里里长李秋为要告诉观众朋友 这里的社区协会规划了赏银的套装行程 欢迎大家来赏银 关心 看夜景 三峡安坑里自安景观丰富 不仅有美丽的露目谈膝 春天有樱花 夏天还有满坑满谷的萤火虫 是名副其实的山明水秀之地 4到5月是萤火虫的季节 里长李秋为表示 社区民众规划了完善的赏银地点 非常欢迎游客的丽林 是这样子 我们今年的萤火虫季大概在4月15号到5月15号 这一个月的期间来办理 因为要配合市政府的萤火虫季的开发 我们这边现在有大概六七个点 都是萤火虫满坑满谷的 比如说有75区 还有阿文的家 还有那个山水瓣 这几个点都非常的漂亮 萤火虫非常的多 希望各位能够尽量来观赏 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以采团体报名的方式 那我们会着收费用 就是在晚上五点 我们先做一个简报 然后再用餐 用餐完以后就带到各个地方去上瘾 萤火虫对环境生态的敏感度相当高 必须在空气水质直批良好 而且没有光害的水域环境才有办法生存 因此安坑地区的民众对于环境维护十分的重视 才能够孕育出满颗满谷的萤火虫 我这里的点是比较属于说养生休闲 以及说可以让现在的人有生活压力的话 很欢迎说可以来我这个地方touch 后面有那个登山步道 可以到最上面的那个山上的点 你要看这个方向的话 可以刚好看到台北101大楼 以及我下方的地方有一条溪流 我们这边的溪流呢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干净 因为它现在我们里长也做得相当好 它有一个呼吸中队 所以说这边的鱼啊虾啊蟹啊 都比外面还要健康 我们山水办提供的行程 主要是以露营烤肉 缩稀还有赏银 那现在我们又交了摇烤披萨 对这几样活动 然后还有控摇 对所以来我们这边山水办完可以 有非常多的东西活动可以进行 这个75区是以烤肉 露营为主题 要进入生态 生态方面不是在这边 是在更上面的那个场地里面 以后会做很多的萤火床啊 青蛙漆啊蝴蝶漆 还有我们的古早的那个药草 药草漆 所以我们是刚起步 目前是刚起步没什么管理 但是今年以后 会慢慢进入那个管理的阶段 以后会带很多 是说回馈乡里这个方 营营方式来回馈乡里 这个为目的 从4月中到5月下旬 是最好的赏银时机 除了知名的内湾赏银景点之外 其实三峡安坑的萤火虫种类更多 而且业者也规划了 适合亲子同游的行程 可以透过解说认识萤火虫 还可以享用在地美食 或是露营烤肉细血等等 民众可以联络安坑里办公处 了解各项的赏银行程 中家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导